5.中國經營報 回歸 萬達商業家快興資產步伐 2015年7月13日營商環境 B.12趙思恩 正在經歷1996年以來最嚴重的暴跌 但中概股對國內 的外依舊不減 繼負力地產提出回 計劃後 由一家內訪股表示要撤離海外公開市場回歸 7月3日 萬達商業地產發布聲明稱 將向中國證監會及其他相關監管機構 申請發行最多3億股 每股價格為一元人民幣 總務集資金不超過120億元 務集資金將主要用於開發南京先林萬達貿 濟南高新萬達廣場等5個物業項目 雖然萬達商業地產表示 因獲得中國證監會及中國其他監管機構的 批准的時間無法確定 董事認為 A股發行決議案的有效期雖為12個月 但息財宣布暫停 申請以及跌破3500點的 A股市場 似乎已經研明這次的回 A將不會是建議是 A股無知120億對萬達商業地產的公告顯示 因建議A股發行 並假設最多發行3億股 A股 該公司的公份貨額筒 包括 H股及A股 將約為47.3% 亦將滿足萬達商業地產 H股上市時香港聯交所規定的公份貨額筒 市會指定的專用賬戶 且優先用於其下五個項目的開發 其中 47億元投資於南京先林萬達貿 19億元用於濟南高新萬達廣場 18億元用於赫肥搖海萬達廣場 20億元用於成都淑都萬達廣場 16億元用於徐州同山萬達廣場 徐建議A股發行完成後 控股股東及萬達商業地產 將持有25.27億股 約漸該公司經擴大以發行股本總額的52.36% 其中 萬達商業地產相關聯人士將持有1599萬股 約漸該公司經擴大以發行股本總額的0.34% 對於此次發行A股 萬達商業地產回應表示 發行A股將增強公司的企業形象 進一步托寬公司融資渠道及增加公司營運資金 以及透過吸引大型機構及中小型投資者 增強資本市場認可度 同時A股發行將有助於公司業務發展 融資靈活性及業務開發 亦有助於獲得更多財務資源及提升本公司的競爭力 2014年12月23日 萬達商業地產成功在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 但在港交所上市的當天 原來廣被看好的萬達商業地產卻在上市首日跌破發行價 在之後長達近四個月的時間內 該公司的股價也一直在發行價上下波動 和香港上市的萬達商業一直在發行價附近徘徊的股價相比 A股在這半年裡經歷了一場牛市 其中在A股上市的萬達遠線上市後年拉了12個漲停板 市值輕鬆突破1300億元、輕鬆斬獲90.96倍市盈率 而規模相近的萬科企業則市盈率59.47倍 也遠高於萬達商業地產僅為8.47倍的市盈率 雖然目前A股還在跌 但從目前A股和H股地產板塊的股值來看 在國內好的地產龍頭股可以達到10倍甚至20倍的高股值 此前就有好些在香港上市公司都在進行反向路演 希望A股日出的資金通過互港通流入港股 另一不願具名的A股有關分析人士對中國經營報記者稱 這是因為大連萬達商業地產的商業模式 未被香港資本市場熟資並認可 這導致其市值未完全釋放 另一市場人士也對萬達商業地產低迷的股價做出如此分析 另一方面 佔比高達85.59%的內資股 也抑制了其股價的上漲空間 雖然內資股可以轉換成H股 但萬達商業地產依舊要通過公司內部審批程序 以及中國監管當局的批准 這依舊有不確定因素的存在 相比之下 如果萬達商業地產轉戰A股 廣泛被認可的商業模式將更利於其市值管理 對自身融資 興資快以及全面發展有好處 並且 在克逢A股大跌的情況下 此舉也可表明了為國護盤的政治傾向 而對於萬達商業地產最為直接的效果章時 約其的回A股計劃成功實施 該公司將同時擁有A加AH兩個上市平臺 這不僅助歷其今年大都闊苦的興資產 也為其公司的擴張準備融資平臺 興資產與金融數據顯示 近年來因據額收購、規模式擴張 該公司負債率逐年攀升 現金樓市場也為負值 2011年至2014年的流動負債分別為1238.79億元 1571.29億元 1882.77億元和2193.6億元 而因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樓 購由2011年的359億元 一路跌到2014年上半年的負89.5億元 而在上市後 萬達集團的擴張步伐依舊不減 從今年3月份起 該公司位於南京先林的萬達貿 都剛演萬達成都有新進展 兩個項目分別計劃投資150億元、550億元 此外,7月3日,萬達集團還計劃出資35.8億元 入股同情旅遊 7月7日,萬達集團旗下青島萬達東方影都 投資有限公司經過一輪象徵性競價 以總價4031萬元將青島青西新區七宗文魚用地收入囊 中,總面積近20萬平方米 據悉,這已是該公司第四次為打造東方影都項目在青西新區拿地 截至目前,該項目的總拿地面積以累計達270萬平方米 其中文魚用地累計成交金額超過13億元 於是,在商業地產神殿資金果多的情況之下 王健林在5月初首次明確第四次轉型的細節 據其稱,萬達商業地產要從從資產向輕資產轉型 到2020年,萬達商業地產剩利潤三分之二要來自租任收入 將來萬達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可能虛調地產而治 到2020年開業400個至500個萬達廣場 徹底去防地產化 變成萬達商業投資公司或商業投資管理公司 到2020年收入達到1000億美元 市值2000億美元 而打通融資渠道勢必成為萬達商業地產 在商業輕資產道路上的必通關價 在輕資產的戰略引渡下 2014年底萬達集團以3.15億美元收購快錢公司 68.7%的股權 成為其控股股東 2015年6月12日 萬達集團推出眾籌產品穩賺1號 首期募資順利達到50億元 募集的資金預計投向5座再見萬達廣場 穩賺1號項目資金中的90%來自機構投資者 10%在官網及拍接受個人投資者薪購 7月2日上50點 該項目一個月之內的第二批的 W.健房項目穩賺1號第二期開放薪購 第二期項目依舊標的為萬達商業地產 2015年新開工 且在2016年開業的自租不受的國內城市商業廣場項目 投資人獲得這些廣場的收益權 享受商鋪租金和物業增值雙重回報 預期合計年化收益率可達12%以上 除此之外 萬達集團環和4家機構簽訂240億元26個萬達廣場的投資協議 跟海內外多家投降 保險及基金合談 回歸或是一場持久戰 雖然回A股的過程歷歷在目 但對於此次回A股的成行可能性 萬達商業地產卻並不敢打包票 其回應稱 因獲得中國證監會及中國其他監管機構的批准時間無法確定 董事認為A股發行決議案的有效期雖為12個月 但以目前劇力震盪的A股市場來看 即扁萬達商業地產有著國內最大的商業地產商的稱號 回A股也將會是一場持久戰 今年6月中下旬 真經衝破5000點的A股開始下跌 單入跌幅一度創下歷年最高 為此 6月27日央行決定從28日起定香港准0.5個百分點 同時下調全貸款基準利率0.25個百分點 這使央行自2008年以來首次採取香港的重磅舉措 6月29日彭博社援引資情人士稱 中國考慮暫停 隨後這一消息被阻塞 7月5日晚 護心交易所發布公告稱 已完成發行新購的10加以 I.P.O.企業將暫緩發行 參與新購的資金將在7月6日全部退回自新購人賬戶 與此同時 證監會也明確表示 這週二十八加以上市公司暫緩發行後 近期將沒有新購發行 下一步新購發行審核工作 不會停止 但將大幅減少新購發行加數和發行融資數額 並且 證監會還召集券商及基金公司商討購市策略 證監公司增值至1000億元維護市場穩定 7月4日 中信 海通 廣發等二十一家券商 在證監會開會發出聯合公告 出借入1200億元購買藍籌股 並於7月6日上五十一點之前資金到位 在多重舊市措施下 亦股退勢有所逆轉 連續兩日報章 但業內專家表示 報章之後 亦股能否持續走牛還需觀望 並且更高峰決定 表達每日報章 最後一局未知 並且相關於這個 亦股定